昨天新增的境外移入个案中 其中案393 长期旅居美国的富人 因为他的先生前两天返台才确诊 让外界质疑驻美国30年 生病了才返台看医生 是不是刻意使用台湾的医疗资源 另外个案有没有健保身份 也引发热议 指挥中心澄清 证明富人其实不具健保身份 但是回台后确诊的隔离检验费用 依法是由政府负担 对此不少网友就炮轰这对夫妻 医界也有医师不能接受 夫妻俩一遣一后 从美国搭机返台之后相继确诊 返台目的引发极大争议 最新确诊的案393 60多岁妇人早在美国就有症状 除了咳嗽之外还一度腹泻 时针自己是喝牛奶拉肚子 依旧在4月11号搭机返台 被外界大骂根本是连累全机旅客 我不相信他一个住在美国30年的人 说他会故意去说 说是不小心喝牛奶拉肚子 他在美国就已经有症状 而且有接触 将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公布 案393妇人上回出境日 是1990年1月1号 大家都怀疑常年旅居 美国近30年的案393 这回归国难道是为了治疗 直到指挥中心再更新 妇人跟先生上回的反台日 是2017年9月才终于失忆 但我路上还是骂声不断 职业案393证明富人是因为担心 在美国确诊要付几百万的医疗备用 才赶快跑回台湾 更有人重话炮轰 有是台湾人 没是外国人 虽然指挥中心记者会后澄清 案393不具健保身份 但就算没有健保卡 只要在台湾确诊 隔离治疗 还有检验费用都还是政府负担 帮他隔离两个礼拜 你可能花三四万块的钱 美国的钱是我们的三十倍以上 也没有纳税 也没有付健保费 那生病的就回到台湾来 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一名确诊者在治疗期间的成本 高达新台币310万元 以国内至少出现13例常驻国外的国人 回台确诊的病例来算 相当于政府要多花2730万元 替这些人治疗 难怪会引发民众不满 这问题很迷失 也太过道